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是饱满的发动机 但卖15万这样低的价位都无人问津 这个品牌便是DS 法国著名豪车品牌 就是法国的政要们都极为热衷这个牌子的车 让其得了一个总统作家的美誉 不单单是在法国 在世界范围内DS都拥有举重若轻的地位 这样的国际大品牌 自然不会放过中国这个庞大的汽车市场 所以在2012年DS品牌进入中国 开始和标志雪铁龙集团进行合作 打造标志雪铁龙旗下的豪华汽车 这款车从外观来看很是精致 大灯设计的也很是走心 装了全新的前LED大灯组 让其看上去更加具有时尚气息和科技感 内饰就更加不得了 全部是清一色的真皮包装和斑马纹天然石墨打造的 坐在里面会让你有种非常愉悦的享受 随手可以触及的地方和充满质感 还有中央8英寸大的触控屏 可以满足各种车上功能 如车载无线 手机互联 智能互联 导航等等 可以说这样的内饰已经不亚于100万左右级别的豪车 这样一种情况也怪不得有人称其为飞机的内饰 而在动力方面 这款车便更加值得称道了 它采用的是1.6T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几乎是和宝马的飞飞是一样的 但就是这样一款豪车在国外可以和宝马豪皮争风的 但到了国内却是惨不忍睹 不但市场任何毒机就是销售也迟迟无法打开局面